I'm talking about form 5, form 6 如果你是香港的中学生, 他懂得那几个字都足够了 我讲的是关于满足或satisfy那几个form 这个字,它的parts of speech是很多 它的词类也讲过 如果词类越多 that means it's a very useful word and you can't afford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it 那你就不可以忽略 好,satisfy 本身满足 satisfy her needs 满足她的需要 这个是一个verb 它相关的adjective 有satisfactory 令人满意 有感到满意 satisfy 22开4 因为你如果计算相反词 就是dissatisfied 和unsatisfactory 那些同学有时候 撈乱了prefix 什么时候用银 什么时候用银 un 什么时候用diss的prefix 他又不记得 搞乱了 另外有个名词 satisfaction 就是说最基本 最低消费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但是呢 其实呢 到了方式 我们都要教他们 有一个字 有三个形容词 satisfactory 比如刚才说过 satisfy感到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 satis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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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adjective 一个 现在分词 构成的形容词 它呢 就是解造 譬如一些 他们去做义工 做NGO 去帮人 无国界医生 satisfying 就是说 那些帮助人的工作 就给到你一种满足感 satisfying 他本身有个相反词 就是unsatisfying 其实都已经很多了 但是呢 你是考IELTS 是吧 你是考雅思 是吧 那你DSE 又要考得好 好像是何思培 那么厉害 是吧 不过他鬼鬼地 他英文当然是厉害 那你又想 那不是说你英文不可以 他这么厉害 是吧 一样可以 读的而已 satisfying 是吧 有个这样的字 satisfying satiation 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 就 有十个 就是为了一个 和满足 饱了 i'm good i'm good 而是generate 的字 居然是as many as ten 所以英文是 你差不多说 就是学无止境 ok